当地时间6月13日 英国独立媒体平台开放民主网 通过独家报道 揭露了一件非常凡尔赛的事情 英国商业院的贵族老爷们 抱怨国会提供的吃喝太差了 葡萄酒质量不行 三文鱼太多 这家英媒的文章写道 一位贵族老爷抱怨 那里只有非常多的烟熏三文鱼 对虾和小龙虾沙拉 让人一周又一周的吃 还有老爷抱怨说 不管是霞多利 还是白素维农的质量都很差 有人能做点什么吗 也有人莫名其妙的指责称 政府放弃了某一家餐厅 并要求把女厨师给换回来 海产品这些就不说了 光看种类就知道是优质蛋白 味道呢也不错 而霞多利和白素维农 是两种葡萄酒 上议院显然是提供了好吃好喝 而且从开放民主网披露的内容来看 这不仅仅是好吃好喝 还是有补贴的好吃好喝 在过去的三年中 英国上议院已经花费了800万英镑 用于补贴自己的酒吧和餐馆 其中一所上议院专用餐厅 获得了300万英镑的补贴 这家餐厅只供现任和退休上议院议员 以及私人客人使用 曾被一位老爷描述为统治国家之处 当然也不是说 只有上议院的贵族老爷们有份 下议院也在这三年间花了不少钱 高达17000英镑 这让补贴总额达到了2500万英镑 而且获得这些补贴的国会餐厅和酒吧 共计26所 他们只需要为650名下议院议员 771名上议院议员 也就是贵族老爷们 以及议会工作人员和一些政治记者提供服务 然而即便补贴金额如此之高 有些贵族老爷还是在抱怨这些餐厅很贵 吃得很差 即使从价格上看 这些餐厅明显低于外界 而且还在逐年降价 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 议员餐厅的食品平均价格下降了1英镑以上 2021年 国会议员们在其中一家餐厅 吃一顿三道菜全餐 只需要花费10.41英镑 在一家酒吧中 可以买到3.45英镑一品托的啤酒 而伦敦的平均价格是4.84英镑 众议院餐厅的玛格丽特披萨 比附近的披萨店便宜3.51英镑 国会受补贴咖啡厅里的双倍浓缩1.16英镑 而在国会大厦不受补贴的咖啡馆里 价格是2.4英镑 而大英的国粹美食炸鱼薯条更是尽显参思 去年这道菜在国会餐厅仅需6.41英镑 而现在在外界这道菜已经价值18英镑了 如今英国国民一边忍受着 新冠疫情带来的物价上涨 一边要交税补贴贵族老爷和政治家们的吃喝 而贵族老爷们还在抱怨这抱怨那 觉得服务太贵了质量不行 而且这种特权阶级的不识人间疾苦 并非没有先例 2014年到2015年间 BBC独立报以及竞报 就先后报道过类似的问题 BBC的报道记录了贵族老爷们 各种奇奇怪怪的抱怨 有人觉得咖啡机质量低劣 有人抱怨没有花生酱 甚至有人觉得餐厅的布局不合规矩 独立报则揭露了补贴价格方面的问题 贵族老爷们可以在Berry Room的私人餐厅中 享用烤扇贝 鹅干和香槟会饭 这些设施由纳税人提供补贴 每年的费用约为130万英镑 一顿烤入全餐为9.5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 开放民主网的文章也提到了Berry Room的私人餐厅 自2019年以来 这家餐厅获得了110万英镑的补贴 到了2015年 竞报进一步的揭露了价格补贴的问题 贵族老爷们可以买到15英镑的大比目鱼 10英镑的对虾或龙虾肉配鱼子酱 以及9.5英镑的全烤晚餐 而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餐厅 一道类似的比目鱼菜肴要价25英镑 而带鱼子酱的对虾和龙虾 可以卖到30英镑左右 一顿烤肉晚餐可能要花掉18英镑 这么看来好像七八年过去了 英国国会也没改过 不仅参部从来没停 在新冠疫情期间还给了更多 而贵族老爷们的抱怨也没停过 诚然严格意义上讲 上院院的贵族老爷们是不从国会拿工资的 但是这活也不是全职 也不会白干 贵族老爷们出席上院院 还可以获得每日323英镑的津贴 疫情期间远程参与 也能获得每日162英镑 若参与发言或进行辩论 可申领更高津贴 拿着极高的津贴 还要抱怨国会提供的服务不够周到 这真的是别样的反而赛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公开民主网披露的信息 并没有得到英国主流媒体的转载报道 但公开民主网 也算是一家正规的非盈利性质的媒体了 只是资金来源多种多样 包括CIA的白手套 美国民主基金会 其他媒体仅有前面提到的 BBC独立报以及竞报 在七八年前报道过这类事件 此后呢 并不再关注 没有了下文 最后只剩下一家民间媒体 在多年后再次提及此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众 对我们一如既往的疼爱 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 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 中国关怀的理念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 年费198 使用我的邀请码648可力减10元 现在充值 还有机会领取官网限量版徽章一套 一套五枚 大家赶紧行动吧 大家赶紧行动吧